到天津不容錯過的美食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大餅捲圈 這可以說是天津的一個特色早點 除了天津就出不到了 我現在是在二馬路一起去看一下吧 就在這小區的小門口 大爺大娘分工明確 大娘就負責捲 一個賣一個捲 一個賣一個捲 一個人弄不了 大爺這邊就負責砸負責賣 現在這一個捲圈的是多錢呢 四塊 捲圈加餅是五塊 一塊 然後加個雞蛋了雞蛋兩塊 一塊七塊 又來一套 大爺這又開始負現了 對 這一早上得用好幾盆啊 看 豆芽 這就是要捲的時候再拌 要不出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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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做好 就開始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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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这现在用的还是这种油豆皮的 边上沾点这个面 然后开始给卷上 你那些早上都几点开始出来 六点一颗 然后就那些线卖完就完 一般九点多就卖完了 九点多就卖完了 切成小段 两边再封上这个面糊 就可以下锅炸了 买完了来看一下 剪圈是4块 鸡蛋2块 饼1块 这一套总共是7块钱 它这个卷圈的个头非常的大 拿一口 中间很烫 中间是豆芽 酱豆腐面酱 然后香菜粉 然后和了一个馅 然后用那个豆皮卷起来的 里面那个馅的味道其实是天津特有的一个味道的 叫金味素 然后用这个豆皮卷圈 就用这个豆皮卷的 现在其实很少了 现在很多都是用那个面皮的 其实比较传统的应该是用这个豆皮的 是不是 咬下去卷圈外面是脆的 然后里面 有汤汁出来 这一次到天津 我觉得值得一试的一个早点小吃 然后真的是 除了天津吃不到的 对 这是真正属于天津的一个味道 对 大饼一卷 真的特别的香 这老两口也卖了非常多年了 就在二马路 然后一个小区门口 基本上 早上六点多出餐 出餐就三个小时 六点多卖到九点多 然后三个小时 基本上出餐一直排队的状态 我今天吃过好几次了 味道确实相当给力啊 不错不错 都喷了 不错不错 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 你觉得怎样